经过两天的多轮投票 美国众议院议长竞选仍未得出结果 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当地时间4日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上开始流传这样一则特朗普声明 宣布其对投票结果感到失望 并抛弃麦卡锡 主要支持共和党籍众议员拜伦·唐纳兹 担任众议院议长 不过特朗普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该声明是假的 将来有一天 拜伦会变成大人物 但不是现在 据美媒报道 在第四五六轮投票中 唐纳兹各获得20票 阻害了麦卡锡当选众议长 关于网上流传的特朗普声明内容写道 凯文和我昨晚谈过了 他没有兑现他做出的某些承诺 这令人非常非常难过 现在许多人都在说凯文是问题的一部分 够了够了凯文 烂摊子需要收拾 我们看起来需要新的领导 议员们现在应该团结起来 支持拜伦唐纳兹 他一定会推动MAGA议程 不过据华盛顿察家报报道 晚些时候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他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声明 他对麦卡锡的支持仍然有效 我一直支持拜伦唐纳兹 一直支持他竞选国会议员 实际上 我认为我是他步入政界的主要原因 他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年轻人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刚刚发布的那个 关于我支持拜伦 竞选众议院议长的叙事和声明 是虚假的 是骗人的 将来有一天 拜伦会成为大人物 但不是现在 据美媒此前报道 在早些时候 特朗普曾卖力为麦卡锡拉票 但未起到任何作用 据美国国会商报报道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他们当地时间三日晚 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对话 所有众议院共和党人都应该投票支持麦卡锡 以达成协议并取得胜利 共和党人不要把一次伟大的胜利 变成一个巨大而尴尬的失败 是时候庆祝了 这是你们应得的 凯文麦卡锡会做得很好 甚至可能会成就伟大事业 拭目以待吧 特朗普写道 当地时间7月4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 在众议长竞选第六轮的投票中 以201票的投票结果再次落败 民主党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 以212票的投票结果再次占据最多票数 众议院决定暂时休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有435个席位 当选议长需要得到简单多数支持 其获得至少218张赞成票 由于共和党众议员维多利亚斯巴茨 投了弃全票 候选人只需得到217票 即可当选众议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